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照亮中国 我现在在深圳,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尼港天桥上 在我的左手边是深圳的罗湖区,右手边是深圳的福田区 这个视频我将带大家走进深漂打工者首险的一个城中村,尼港村 这里的交通非常的繁忙,车流川流不息 尼港村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就处于深圳福田区和罗湖区的交界处 许许多多的外来打工一族就租住在这个城中村 尼港村居住着十万的外来打工人群 尼港村的牌房就在这个方向 尼港村的保安真心事多 前面就是尼港村的牌房 我们一起走进尼港村 看一看里面出租房的环境怎么样 村里面还有狠德基,这条街是尼港渡行街 尼港村的楼梯房单间最便宜的要1500 电梯房的单间最便宜的要1800 这个村的出租房租金还是挺贵的 柳州螺丝粉 村里面的美食特别的多 这个巷子里面都是出租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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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港部新街 熟悉的红日子购物广场 走一下这个小巷子 看一下这个出租房的环境 干洗电 旧货买卖 空中都是出租的电线 这种出租房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窗户跟窗户离得很近 对面房间说话的声音也听得到 这衣服都晾在这个电线上 这边有写着招租的 无数的升漂百里 就住在这样的出租房里面 追寻着他们的梦想 升漂不容易啊 看这些都是握手楼啊 这是城中村的一线天啊 整年都见不到阳光 阴暗潮湿 升漂太不容易了 深圳这些城市虽然机会多 但竞争压力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到了三十五岁以后 很难找到工作 就要被深圳给淘汰出去 无数的年轻人将青春挥洒在这里 深圳留不下灵魂 深圳留不下灵魂 故乡装不下肉身 和这个环境 和这让人心酸 就是这样的出租房 至少都要一千五 中业 端午的假期马上就要完 无数的外来打工者 又要返回工作岗位 相信有无数的 深漂打工一族 对这里 有着很深的记忆 来了就是深圳 真正能够在深圳扎根的 又有几个呢 大多数的打工一族 都是匆匆过河 这边的出租房 稍好一点 起码光线比较好 本地的房东就搓着小麻将 这小日子过得惬意 泥港村附近有比驾山的 放假的时候可以爬爬山 空中都晾着衣服 足浴按摩 房租这么高 打工都是为房东打的 这句话一点没错 小巷子里面还有美发店 养生馆 足浴按摩 这个里面的足浴店还蛮多的 小朋友在打羽毛球 泥港村的出租房 跟广州城中村的差不多 很密集 房子之间挨得很紧密 前面这条路是泥港村北路 上面就是泥港地铁站 现在我带大家去泥港公园 走一走 这花嗨的好娇艳 不知道叫什么花 前面就是泥港公园了 很多本地的包猪公包猪婆在打牌 小狗狗 小狗狗 前面是一个篮球场 哇这小朋友厉害 还是女孩子 房东的生活太惬意了 把这小牌输的猪金 前面是泥港幼儿园 前面是泥港幼儿园 湖南大碗菜馆 这个紫薇花拍得好漂亮 这里是泥港 这里是泥港村的本地人住的 前面是桥乡实验学校 泥港村是建在山下的 前面是武警医院 宿舍大院 泥港村对面就是福田区啊 还可以换到宝能大厦 这里就是深圳罗湖 泥港村 在这个城中村 有你的打工记忆和故事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